东奥快在线的各位学生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审计课堂 我们今天要学的是专题四审计流程 首先咱们来看第一节审计计划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学第一节的 有什么样的一个学习方向和学习要求 希望通过对本节的学习 可以对我们审计业务的各个环节 有一个清晰的而且从整体层面的认知 能够准确的区分我们的初步业务活动 还有我们承接审计后的业务活动 并且对我们的总体的审计策略 具体的审计计划 它的各方面的重点有一个了解 本节在学习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对逻辑关系的一个梳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节的一个关键概念 本节有几个关键概念 第一个是初步业务活动 第二是审计有的约定书 第三是总体的审计策略 第四是具体的审计计划 接着我们要思考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 初步业务活动包括哪些内容 是否缺一不可 第二就是执行初步业务活动以后 注册会计师均会签约吗 第三 总体的审计策略和具体的计划 是相互独立的吗 第四 总体的审计策略和具体的审计计划 是一成不变的吗 好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四个问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小龙女 又向我们包大人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的小龙女是一个比较虚心好学的小白 不停的围着我们包大人开始问问题 她向包大人提出 听包大人讲了这么多呀 感觉审计好像是一个挺浩大的工程 那既然是个大工程 你在前面也讲了 我们做审计实际上它是一个项目管理的这种思维 那我们究竟按什么样的流程来做审计呢 包大人一听 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之好 于是呢 包大人说 你别着急 下面就慢慢听我来讲审计的流程 好 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审计工作流程 审计工作流程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大概讲过 那我在前面讲的时候 就给大家再三强调 我们在学预科班的时候 对这个审计的工作流程 大家务必记下来 务必记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等到我们后面学我们的基础班的时候 你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框架 已经有了这个流程之后 你就会觉得学得很轻松 你会觉得它的这个框架是比较清晰的 然后流程呢也是非常明确的 不会胡子眉毛一把抓 不会学得一头雾水 所以啊 这个流程你一定一定要记下来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流程呢分为五 第一个就是业务承接 第二就是计划审计工作 那么第三是分险评估 第四是分险应对 第五是审计报告 这块以前给大家讲过对吧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审计业务流程的详细版 那么审计业务流程呢 还是跟刚才一样 分为这么几大步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初步业务活动 第二是计划审计工作 第三是分险评估 第四是分险应对 第五是审计报告 那初步业务活动呢 主要是我们双方初次见面 然后呢我们注册会计师评估一下 看这个单子我到底能不能接 这个分险我能不能hold得住 如果可以承接的话 那我们就正式签约 因此这对应的是我们第几章内容呢 对应我们第二章内容 它的核心就是谈业务承接的问题 接着呢 如果我们已经把这个业务接下来了 我们就开始要做审计工作 但是在做审计工作之前呢 我们要做一个详细的计划 这个计划呢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宏观的一个微观的 宏观呢就是我们的总体的策略 然后呢微观的就是我们的具体计划 这个呢也是我们第二章的内容 这个我们前面都给大家讲过 好计划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正式做审计工作了 正式做审计工作当中 第一步首先要做什么呢 做分险评估 那如何做分险评估呢 我们就要全面的了解 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 这就涉及到我们第七章的内容 接着我们了解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做分险应对 这就涉及到我们第八章的内容 好我们在做审计过程当中呢 很可能会涉及到利用他人的工作 这就涉及到我们15章内容 还有呢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采用一些科学高效的方法 这时候会用到我们的审计抽样 那如果被审计单位 它是一个使用高度自动化的系统 这样的单位 它所有的凭证都是电子凭证的话 我们要考虑信息技术对我们审计的一个影响 那这就涉及到我们第五章内容 还有呢我们在做审计过程当中 会对它的各类循环全部要做一个测试 这就涉及到第九章到第十二章内容 如果我们在做审计过程当中发现这家单位的舞弊风险比较大 那我们一定要考虑舞弊的风险 舞弊的影响等等 那这就是我们十三章内容 那接下来就是如果我们在做审计过程当中 涉及到像什么会计估计啊 期出余额的问题啊 以及关联方的问题等等 这个时候就涉及到我们第十七章的内容 你看这样的话就把我们很多的章节给大家窜进去了 这是我们的风险评估和风险应对 那我们把它的审计工作做完之后呢 我们要考虑出我们的审计的结果 审计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最终的成果就是审计的报告 那我们在出审计报告之前呢 首先第一个要评价错报 要看一下未根认错报 对我们审计意见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这块涉及到第十八章的内容 接着就是我们可以出一个审计报告的初稿了 但注意这仅仅只是一个初稿 初稿出来以后呢 这是我们要提交我们的质量符合部门 由他再来做符合 符合做完之后呢 这样保证我们的审计报告没问题 要提高我们审计报告的一个质量 最后呢我们就可以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了 那我们的质量符合呢 涉及到我们教材的第十八章 还有第二十一章 出具报告呢 涉及到我们的第十九章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流程 并且要注意 这个整个流程下面还涉及到一些 那基础性的工作 哪些基础性的工作呢 贯穿始终的工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计划审计工作 我们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这里一定要注意 计划审计工作呢 它是贯穿我们审计工作始终的 千万不要觉得只是在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业务承接完了 然后我做一下计划 剩下都不做了错误 注意计划审计工作 它是贯穿我们整个审计始终的 接着就是我们的审计证据 它也是贯穿始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前面讲到我们的审计证据 这个含义是非常宽泛的 那以前获取的 现在获取的是 那财务信息是 非财务信息也是 我们拿到的各种各样的资料 甚至我们自己的一些分析表 计算表都是审计证据 所以说这个审计证据 它是贯穿始终的 接着就是我们整个在做审计过程当中 要不断的不停的和被审计单位做一个沟通 所以它也是贯穿始终的 如你看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有承接 这个单子我到底能不能接呀 然后我要问他单位的一些基本的情况呀 还有他的一些基本的信息呀 这是沟通 我们在做审计的过程当中 为被审计单位的各种情况 然后呢 如果出现了问题 问他如何处理 如何应对 如果有错误的话 要让他纠正 这些都是沟通 所以审计沟通也是贯穿始终的 那最后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职业道德 职业道德这一块呢 也是贯穿始终的 大家想 我们做审计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我们的独立性 独立性是我们的灵魂 对吧 如果没有独立性的话 你是不能接审计业务的 所以这一块也是贯穿始终的 并且我们所做的所有的工作 全部要记录在我们的审计工作的底稿当中 从最开始的业务承接到最后出审计报告 我们全部要做一个记录 所以审计工作底稿 它也是贯穿始终的 你看通过这样一个审计又流成详细版的图 把我们整个审计过程又给大家详细的灌了一遍 在这个贯穿的过程当中呢 就给大家强调一下 这是把我们整个教材 大部分的章节全部放在里面了 从这就一看到 它可以把我们整个教材给贯穿起来 这里面缺了哪一章呢 缺了第20章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20章是内部控制审计和我们财务报表审计呢 是完全不同的类别 所以内部控制审计呢 在这里没有体现出来 那剩下的章节呢 基本上在这都体现出来了 有同学就说老师还少了一张 我问哪一张啊 那同学们眼尖哈说少了第一张 那第一张是什么呢 第一张是我们整个设计的基本概念 它其实是在我们整个过程当中都体现出来的 所以呢 这张图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 现阶段呢 不要求你把它背下来 但是你脑子要有个印象 等到我们后面学基础班的时候 你要能够联想起来 你要想到 哦 义务承接 它是我们第二张内容 这是我们最开始的阶段 然后分险评估 分险应对是我们中间的阶段 评价错报呀 质量符合呀 出去报告 就是我们最后的阶段 接着剩下的什么审计沟通 审计证据 它是在我们底层呢 它是贯穿始终的 那通过这个 把我们整个教材 给大家贯穿起来 接着呢 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 在我们整个审计业务流程当中 人员安排的问题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 是没有做过审计业务的 是审计的小白 所以对这个人员安排 也比较迷惑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人员安排 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不一定说百分之百的准确 因为在事务当中 各家事务所可能会 根据自己的情况 稍微做一下调整啊 调配啊 我说的就是我们事务当中 比较常见 比较通用的情况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咱们做审计 那审计有流程的 起始端是什么呢 是业务承接 嗯 也就是说 现在有个客户 要找我们做审计 那我们要个初步的见个面 接下来一下 对吧 一般业务承接谁去做呢 一般都是我们的合伙人去做 一般都是合伙人 先去跟对方谈 因为合伙人经验很丰富嘛 然后根据对方提供一些资料 来初步判断 这个业务到底能不能接 这个风险是大还是小 我们能不能hold得住 所以业务承接 一般都是我们的合伙人 他来做的 嗯 接下来呢 是我们计划审计工作 计划审计工作这一块呢 我们合伙人把这个业务 已经谈下来了 这个单子接下来了 接下来之后呢 他就会找来谁呢 找来我们的项目负责人 或者说叫项目经理 这个看情况 像有些大表这种项目 可能他下面有好几个项目经理 那从这几个项目经理当中 再选一个项目负责人出来 但如果是一般的业务的话 就项目经理来负责就可以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 就由项目经理来做这个业务的什么呢 整个的一个计划 好 他来负责做计划 那么做完计划之后呢 这时候就会把工作全部安排下去 开始做分险评估啊 分析应对啊 那做分险评估和分险应对呢 这时候整个项目团队的成员 可能都会参与进去了 项目的项目经理 项目的项目助理 那我们项目经理呢 做好整体的规划 然后你看这个货币资金和应收账款 还有我们的其他的一些项目 由我们的小龙女来审计 接着杨无过呢 相对来说 他的这个资历比我们小龙女稍微要老一点 然后他的经验比我们小龙女稍微要丰富一点 因此呢 交给我们杨无过审计些什么呢 比他稍微难一点的 好 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们把审计工作全部都安排下去 然后开始执行审计工作 接着我们分险评估完了 也分险应对完了 最后呢 要出具审计报告 这时候我们前面说了 我们在出审计报告之前 首先要评价错报 对吧 这时候一般谁来做呢 评价错报 因为他也是从整体宏观的层面来考虑 并且要考虑对我们审计界的影响 要出审计报告了 这时候一般是我们的项目经理来做 一般是项目经理来汇总 来处理 嗯 他把这个审计报告的出稿都写出来之后呢 这时候就会提交我们的项目符合 由我们的项目符合人员做项目符合 好 全部符合完成之后呢 这时候才能放心的出具审计报告 好 所以我就通过这样一个形式呢 把我们整个审计有流程当中 人员是怎么安排的 把我们实物当中经常采用的那种模式呢 给大家说明一下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第一项初步业务活动 也就是我们做审计业务的起始端 业务层接 那么在做业务层接的时候 一般就是被审计单位 现在呢 想做审计 他就抛出了橄榄枝 我们事务所接到这橄榄枝之后呢 一般就会过去洽谈 那我们就开始初步见面了 这洽谈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个双方互相评估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要评估些什么呢 注意看 首先是我们会计事务所要评估管理层 你是否诚信吗 为什么首先要评估 我们管理层是否诚信 因为很简单 如果管理层它要是不诚信的话 它的报表哪哪都是问题 哪哪都是假的 哪哪都是错误 那这个风险太大了 我们没有必要做 对不对 我们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做审计 一定要控制好我们的审计风险 因为我们的审计是提供合理保证的 那我们的这个审计风险 是要控制在10%以下的 如果现在它到处都是造假的 你的风险根本没办法控制住 这样的业我们宁可不沾 宁可不接 这是我们的第一点 我们要评估对方是否诚信 接着第二 我要看我自己 我看我自己是否独立 如果我不独立的话 自动业务是不能接的 因为独立性是我们审计的灵魂 你看我们在最开始就给大家讲了 我们审计它是一个三方业务关系 是一个铁三角的关系 就是你编 你编 我审 他用 那么我们注册会计是一定要独立于我们的 报表使用者 也要独立于我们的什么呢 也要独立于我们的管理层 如果我们不具备这种独立性的话 我们是不能接这个业务的 好这是第二点 我要评估我自己 那我评估完你 评估自己以后呢 我们双方接下 接下好了以后呢 我们把业务约定书拿出来 业务约定书呢 对业务约定条款一个一个过一下 如果对我们业务约定条款没有误解 达成了一致 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开心心的签约了 好这就是我们的初步业务活动 用大白话的形式给大家表达一下 这其实就是一个业务 业务承接的过程比较简单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教材高大上的专业表达 我们首先看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 那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是 第一是否具备了执行业务所需要的独立性和能力 这其实是自我评估 也就是评估我CPA是否具备了这种独立性和能力 第二就是不存在因管理层诚信问题 而可能影响注册会计师保持该向业务意愿的情况 那么这其实评估的是谁 评估的是管理层 也就是我们刚才图中的 图中的你诚信吗 第三是 预备审计单位不存在 但与业务约定条款的误解 还有这只是他的三个目的 我们刚才其实通过刚才那张图 已经给大家展示出来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项 初步业务活动的内容 那初步业务活动内容 同样也有三点 哪三点呢 第一 针对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审计业务 实施相应的质量管理程序 那刚才我们不是要评价对方是否诚信 然后要评价我自己是否独立 是否有能力吗 这时候呢 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评价呢 就是实施质量管理程序来做评价 好 接着评价遵守相关职业道德要求的情况 这和我们刚才讲的是类似的 第三 就审计业务约定条款达成一支一件 好 这是我们初步业务活动的目的和内容 有同学一看以后说 老师 这怎么有点像呀 你看这个内容感觉相似度非常之高 其实他们之间是有个逻辑关系的 什么样的关系呢 很简单 我们的内容实际上是帮助我们实现目的的 帮助我们实现目的的 你看 我们实施质量管理程序 还有我们评价遵守这些道德的情况 这都是和我们上面的2.1对应的 我如何能够看我是否具备独立性和能力呢 我要实施质量管理程序来看 对吧 那我如何看对方是否成性呢 我也是要实施质量管理程序来看的 接着我看我自己的独立性 我要看什么 我要评价我的职业道德要求的情况 好 接着就是我们对这个业务约定条款 如果不存在误解的话 那我们这块就可以达成一支一件 从这里就会看出来 我们初业务活动内容 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 我们初业务动的目的 用这样方式来做一个区隔 接着呢 我们通过 百话宝典的形式呢 给大家把这块再梳理一下 首先目的 目的有三点 就是你 我独立吗 你诚信吗 有误解吗 好 这是我们的目的 那接着内容呢 内容是我做指管 然后看到的答义制 这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内容 嗯 好 通过我们的专业表达和大白话的结合 还有对比的形式呢 便给大家理解和记忆 咱们刚才呢 讲到了业务约定条款要达成一致 对吧 业务约定条款来自于哪里呢 就来自于咱们的业务约定书 所以呢 咱们现在呢 来简单的看一下 我们业务约定书当中 包含内容 首先第一个就是 业务约定书的一个基本内容 业务约定书的基本内容呢 这块内容呢 对我们现在预科办来说 不要求大家掌握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只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个就是 财务报表审计的目标和范围 哎 我要明确我的目标是什么呀 只有明确有目标我才好 开始审计工作嘛 还有 我的范围是哪些呀 那接下来是明确双方的责任 一个是注册会计师责任 一个是管理层的责任 我们要各负各责各杯各锅 千万不能混淆 第四是指出 用于编制财务报表所适用的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这个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 我们做审计的时候 手上要拿两把尺子 第一把尺子 就是企业会计准则 或者企业会计制度这一类的 那其实这就指的是 我们编制财务报表所适用的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这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把尺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评价 你的财务报表编的 好还是不好 有没有问题 那我凭什么评价 你好还是不好 有没有问题啊 我必须要有一个标准 有一个规范 对不对 那我就要看 你到底是执行的 企业会计准则 还是小企业准则 或者政府的会计制度 如果你执行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那我就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的规定来看 你处理的是否对 举个例子 加上说我们企业会计准则 那什么情况下要确认预计负债 也就是在咱们报表当中 必须要确认 什么情况下 要在附组当中 列报和在附组当中披露 对吧 这是我们企业会计准则 明确规定下来的 如果你现在出现了情况 应该是在我们报表当中 确认预计负债金额的 但是你却没有确认 这时候你是不符合我们规范 不符合我们标准的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明确出来 你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是什么 这样我们有了这把明确的尺子 我们后期才好评价 第五 提及注册会计师 你出具的审计报告的 预期的形式和内容 以及对特定情况下 出具的审计报告 可能不同预期形式和内容的说明 好 这就是在我们的 有预计书当中说明一下 我的审计报告 大概是什么样的形式啊 大概内容啊 还有可能和原来 不太一样的一些情况 我在这里提前给你说一下 这就是我们预计约定书的几项基本内容 这几项基本内容 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就OK了 基础班的时候才好好学习 好好掌握 咱们刚才呢 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基本内容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审计业务约定条款的变更 因为我们在做审计的过程当中 很可能呢 需要对这个业务约定条款来进行变更 但是这里要注意 并不是任何的情况都是可以变更的 我们在变更之前一定要看它的理由是否合理 如果是合理的理由 OK可以让你变 如果是不合理的理由 对不起不能让你变 那我们下面就要看一下哪些是合理的理由 首先来看第一种情况 环境变化对审计服务的需求产生了影响 这什么意思啊 给大家举个例子 原来呢 这家单位是一个上市公司 但是因为经营的情况一直不太好 然后被退市了 被清理出厂了 由于现在都是连年的亏损 经营情况也不太好 规模也越来越小 它原来呢是每年都要做审计的 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又亏损又规模小 它觉得它不需要审计服务了 这时候能不能变更 那可以变更 所以这个理由是合理的 能同意变不能跟吗 可以同意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种情况 那么对原来要求的审计有的性质存在误解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情况也误解呢 给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这个被审计单位 它可能原来想要的是一个财务顾服 也就是让我们帮他指导指导 他在做一些会计处理啊 然后一些安排的时候呢 他希望我们给他给一些意见 他可能原来希望的是这种服务 但是由于很多人对我们的审计业务并不是很了解 毕竟各行入各山 他以为审计业务就是提供这样服务的 因此呢 他可能最开始就公签了审计约定书 但是我们在做审计的过程当中 他才不断的把他的需求表达的越来越清晰而明确 我们发现他对我们的审计业务的性质有所误解 他只需要的是一个财务顾问服 而不是审计服 这时候我们可以同意它变更 因为这也是一个合理的理由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不合理的理由 是不能同意变更的 那什么是不合理的理由呢 这就是我们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 这里要注意这个受到的限制呢 无论是我们管理层主观施加的 还是由于其他的情况中 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限制 只要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对不起 不能同意变更 因为它是不合理的理由 为什么呢 给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们在后面会讲到我们的审计报告 那我们的审计报告呢 一共分为四种意见类型 第一种呢 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说 就相当于我们给你打分 打的是U的这样一个评语 我给你给的评语 打的分比较高 然后评语也比较好 相当于我给你给的U的评语 那么用我们的审计的专业术语 叫什么呢 叫无保留意见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种意见 这也是最漂亮的意见 无保留的意见 好第二种情况呢 叫什么呢 叫保留意见 相当于我们给你给的评语是什么呢 是凉 嗯相当于我们打分 打个七八十分 好这就是我们第二种 保留意见 那么第三种是什么呢 第三种是差 那他呢 在我们审计的专业术语当中叫什么呢 叫做否定意见 我直接否定你了 好第三种是差 第四种是什么呢 第四种是无法表示意见 什么叫无法表示意见呢 就是我审计范围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受限的范围非常之大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没办法说你好还是不好 这里其实就相当于我 你打的评语是什么呢 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这里面注意 如果我的审计范围受的限制 范围特别大 这是我发表的就是无法表示意见 这就是个大问号 如果受限的范围比较小 那么这时候呢 我要发表的是保留意见 又相当于是凉 注意看 审计范围受限 它会直接影响我们的审计件类型 要么就是保留意见 要么就是无法表示意见 所以呢 这种情形你不能同意变更 不能说我现在呢 可能要对你的报表发表 无法表示意见 或者发表保留意见 你就要把这个业务赶紧变更掉了 我们准则之所以这样规定 就是为了避免被审计单位 和咱们的审计人员一起怎么样 滥语重述 所以做了这样一个规定 那如果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 对不起是不能变更的 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管理层不允许继续执行原来的审计业务 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解除约有约定 并确定是否有义务 像治理层所有者或监管机构等报告 好 假如说是审计范围受到了限制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考虑这几项内容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一个提示 如果有迹象表明 该变更要求与错误的不完整的 或者不能令人满意的信息有关 注册会计是不应认为该变更是合理的 在这里呢 又再次强调了 哪些情况是不合理的情形 如果是不合理的情形 咱们不能统一变更不能滥于充数 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审计质量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点 变更为审阅业务和相关服务 有的要求 我们刚才说了 那我们在变更业务约定条款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它的理由是否合理 如果是合理的理由 咱们就可以变更 如果是不合理的理由 不应同意变更 对吧 那如果现在呢 的确是合理的理由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变更了 这里的变更一般指的 都是从保证水平高的 变成保证水平低的 或者说有保证水平高的 变更成没有任何保证水平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要注意哪些细节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种情形 我的审计业务变更成审阅业务 这时候能否在报告当中提及 原来的审计业务 和已执行的程序呢 注意不能提及 为什么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哈 我们在最开始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审计提供的是什么保证 合理保证 一定要牢记 它是一个高水平的保证 它的保证水平一般是90%以上 低于100% 我经常喜欢用平均数95%来表达 这是咱们的审计 而我们的审阅呢 审阅它要低多了 审阅5%60%6%70% 那我们就按60%来算好了 这是我们实误当中 一般来说默认的 你看一个是90%的保证水平 一个是60% 差了30%呢 对吧 你看由原来这种高水平的保证 变成了低水平的保证 你如果在报告当中提及 我原来做了审计 我然后现在变了 报告使用者拿到以后 他会心存余虑 他会想你为什么 从我们保证水平高的 变更成保证水平低的呢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有什么 猫腻藏在里面 所以才变了 那这时候会产生一种相反的效应 所以说我们不能在报告当中提及 原来的审计 和已经执行的程序 这是不能提及的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咱们古代的一个小故事 叫什么呢 叫此地无垠三百两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句话 对吧 但是你知道下面一句话吗 下面一句话叫隔壁王尔不曾偷 这什么意思呢 给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小故事 这小故事比较有趣 你要说从前有一个张三 他省吃俭用呀 然后辛辛苦苦 积攒了三百两的银子 他想 他终于是个有钱人了 有了三百两的银子 他现在想 这三百两银子应该放哪里好呢 如果放在家里的箱子里 他总担心被人偷了 可怎么办呢 如果随身带在身上 三百两银子可是挺多的呀 那鼓鼓囊囊带着也不方便呀 反而被别人盯上了 对吧 他想来想去 没想出特别好的招 这时候他一想 干脆在他家的屋后地里面挖一个坑 然后把这三百两银子给他埋进去 于是呢 他就开始迅速的行动 他就在房后面啊 开始挖坑 挖了坑以后呢 把这个银子就埋进去了 埋进去之后呢 他心里还是有点不放心 万一被别人看到了 万一被别人惦记了 可怎么办呢 于是呢 他就在旁边逼了一个大牌子 牌子上写了这么几个字 此地无垠 三百两 好 他这个鬼鬼祟祟的行动 在他屋后挖坑 然后又买东西 被谁呢 被他隔壁的邻居王二给看到了 哎 王二就挺好奇的 看他在那又挖呀 又埋呀的 因此趁这个 张三离家以后呢 这个王二就偷偷的来到这个地方 他不知道他干什么 但是一看这牌子 马上明白了 原来我们张三 把他的三百两银子 给埋在这个地下了 那王二迅速就开始行动 就把这个银子给挖出来了 挖出来呢 准备把他带走 但是他一想 万一被人知道了 可怎么办呢 于是呢 他在牌子下面加了几个字 加的字就叫做 隔壁王二不曾偷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 那这小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道理呢 叫欲盖逆章的道理 你本来你什么都不说 可能别人根本不会注意 你在下面埋的银子 对不对 但是你现在插了一个牌子 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反而引起了别人的注意 同样 王二他要悄悄的把这银子偷了 你看古代嘛 又没有摄像头 如果没有其他人看到 可能这个案子也破不了 但是呢 王二也来了一个话 是天主欲盖名张 然后在这牌子下面 又添了一句话 隔壁王二不曾偷 那不就告诉 其实就是我偷的吗 所以通过这个小故事 又再次呢 和我们这里的要求 做一个一一的对应 那为什么我们 如果从保证水平高的 变更成保证水平低的 不能提及原来执行的审计业务 和已经执行的程序呢 就是防止报表使用者 产生疑虑 产生误解 你为什么从保证水平高的 变成保证水平低的呀 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你才变了 所以说我们不要去提及 同时我们注意 如果我们审计 变成相关服务的其他 那么也是不能提及的 道理和它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我们审计 变更成什么呢 执行商定程序 这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提及的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 执行商定程序 它是什么意思呢 执行商定程序的意思就是 商量的来确定 商定商定 字面上的意思就可以理解 商量的来确定 由于是我们的这个审计师 也就是我们注册会计师 和我们被审计单位 双方坐在一起 商量来确定 做哪些程序 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是可以提及的 它是可以提及的 一般来说执行商定程序 这样的报告也不会对外看的 只是给我们被审单位的 所以我们可以提及 我原来的审计业务 已经做过寒证啊 已经做过重新执行啊 已经做过重新计算啊 现在呢 你再要求我再做几个 我全部给你做一下 好 所以执行商定程序可以提及 但是其他的都不要提及 因为提及了 反而会让报表使用者产生误解 这就是我们变更为审阅业务 或其他相关服务业务的一个要求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审计的前提条件 审计的前提条件呢 有两点 这其实在我们前面呢 也多多少提过 我们下面呢 再来过一遍 首先第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管理层的责任 那管理层 它要尽到什么样的责任呢 用我们的大白话来表达就是 它要编好财务报表 它要做好相关的内控 它要给我们的注册会计师 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好 这就是我们管理层的责任 那接着就是 我们说到这的时候呢 要给大家稍微链接一下 各方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这里要梳理的非常之清楚啊 管理层它的责任就是 它负责编报表 所以它对报表负全责 但是我们注册会计师呢 它负责审报表 那它审报表以后 最后的结果是啥 最后的成果是我们的审计报告 所以它对我们的审计报告 负全责一定记住 各负各责 我们把这个各方的责任 稍微给大家链接一下 注意和我们管理层的责任 这一块做一个对比和链接的记忆 那这是我们的条件一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条件二 条件二是财务报告基础可接受 并能为预期使用者获取 这也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的 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手里一定要拿着两把尺子 这就是我们其中的一把尺子 这家单位它到底执行的是 企业会计准则呀 还是政府会计制度呀 如果它执行的是企业会计准则 那我们就按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的规范 来看它的财务报表的项目 是否按这个准则的规定来进行处理 如果你不符合准则的规定 对不起你就是错报 你就要跟着 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前条件 那这是我们的大白话表达 下面呢 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专业表达 看看我们高大上的专业表达 是如何描述的 首先第一个条件是 财务报告编制基础适当 且能够为预期使用者所获取悦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那我们在确定财务报告编制基础的 可接受形式 应当考虑下例因素 那由于我们现在是预课班 这些考例因素呢 就不给大家详细的强调的展开讲解 你现在呢换个耳音就可以了 下面呢 给大家过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被审议单位的性质 这点呢 要看它是商业企业 公共实体还是非营利组织 这其实就是 确定它到底用哪一种基础 你看如果是我们普通的商业企业 大分用的就是我们的企业会计准则 或者小企业会计准则 而如果它是一个政府部门 那么它应该用的是我们的政府会计制度 如果它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应该用的是我们非营利组织相关的一些制度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因素 接着第二个因素是财务报表的一个目的 它到底是偷用目的的还是特殊目的的 第三是我们财务报表的性质 它到底是整套的报表还是单一的报表 当然我们教材啊 讲的是我们整套财务报表的审计 那我们在15当中有可能是对它单一的报表做审计 如我就审计下你的利润表 如我就对你的资产负债表做一下审计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你财务报表的性质 第四法律法规是否规定了实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 我要看一下法律法规究竟怎么规定的 那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像你这种情况必须要用企业会计准则 你就不能用小企业会计准则 这就是我们要考虑的四个因素 现在大家逛逛耳音就行了 现在不需要大家把它记住 记住班的时候再记就可以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前条件 就管理层责任达成一致意见 也就是说管理层已认可并理解其承担的责任 那管理层责任我们前面也说了 我们用大白话的形式来说了 我们接着来看专业表达 第一按照适用的财务报表编制基础编制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应 简单来说就是编报表 第二设计执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 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 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中央错报 那简单来说就是做好内控 第三就是向注册会计师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由于我们注册会计师去审计 它是一种什么 它是一种中介的服务 它和我们的这种政府审计是不一样的 我们政府审计它是一种行政行为 相当于一种大概贸的审计对吧 我们这是中介服务 如果你不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我们根本审计工作无法开展 因此你一定要给我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这样我们才好来开展审计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确认的形式 那我们如何来确认呢 注册会计师应当要求管理层 就其履行的某些责任提供书面声明 也就是通过书面声明的形式来确认一些 第二就是如果管理层不认可其责任 或者不同意提供书面声明 注册会计师将不能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承接此类审计 业务是不恰当的 除非法律法规利用规定 这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们要求对方要认可他的责任 并且这个认可呢 不能光是口头的 而是要把它落实在纸面上 这样的话我们审计工作才好开展 我们后期的工作才有保障对吧 但是对方呢 去连这样的一个书面声明 就类似于我们的保证书 都不肯提供的话 你说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有必要去承接这个业务吗 我后期可能在承接业务的时候 会处处收嫌 并且有一些基本的书面声明 它是必须提供的 如果它不提供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开展审计的 好他说的就这意思 接着第三 如果法律法规要求 成绩二所述的审计业务 注册会计师可能需要向管理层 解释这种情况的重要性 及其对我们审计报告的影响 这点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下面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总体的审计策略和具体的审计计划 那我们的总体审计策略 和具体的审计计划呢 实际上它们都属于计划的范畴 但是两者的作用 内容是不太一样的 首先我们来看宏观的 总体的审计策略 那它起到一种方向性指导的作用 那接着就是微观的 微观的是我们的具体的审计划 它起到一个具体的如何来实施 它是一个具体实施的细则 那我们具体的审计划呢 就分三块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分险评估程序 第二是进一步审计程序 第三是其他的审计程序 接着我们通过这张图呢 再把这块内容稍微给大家强化一下 我们的审计计划呢 包括总体的审计策略和具体的计划 首先我们来看我们总体的审计策略呢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它起到一个总纲的作用 它指导我们具体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它包含哪些内容呢 包含四大块内容 第一个就是我们审计的范围方向 然后接着第三个是目标 第四个是资源 它包含这四块的内容 那这是我们的总体的审计策略 由于它是宏观的 所以它包含内容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宏观 如果我们的审计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的目标我要非常清晰 如果目标不清晰 你没办法开展工作 对吧 接着就是我审计的范围是大还是小 我到底审计多少呢 这是我们范围问题 接下来就是我们审计的方向 这个方向更侧重于指的是 我们的重点的审计的领域是什么 最后就是我要配备什么样的人 配备哪些我们的一些资源 那这是我们要考虑资源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微观的具体的审计计划 具体的审计计划这一块呢 首先我们看它的目的 它的目的比较简单 它是确定具体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和范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再来给大家说一下 只要一提到我们的审计程序 马上要条件反射它的三维 有哪三维呢 我们通过这张图来看一下 我们审计程序的三维 指的是性质 时间和范围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这个图 它是一个啥 是一个立方体对吧 一提到立方体 马上同学们想到的 就是它的长 宽和高 那我们审计程序的长就是性质 而审计程序的宽就是时间 审计程序的高就是范围 你看我们长方体 我们的立方体有它的长宽高 那我们的审计程序呢 也有它的三维 就是性质 时间和范围 简称什么呢 简称 行 示范 也就是性 时范 我经常把它谐音 形成什么呢 行事范 就是因为犯罪嘛 然后入行了就叫行事范 好 这点一定要牢记 你看我们的具体的审计计划 它就是要确定我们审计程序的行事范 它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它包含内容是分线评估程序 进步审计程序和其他的审计程序 并且在这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计划呢 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要根据我们具体的情况 不断去修正计划 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常听到一句话 叫做计划没有变化块 其实有变化不要害怕 有变化我们修改计划就可以了嘛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总体策略和具体计划 它们之间是互相影响的 并不是完全割裂开的 不能觉得是总体的计划 总体的审计策略 它影响具体计划的制定 我们具体计划反过来就不影响总体策略吗 注意互相影响的 我们如果具体计划变了 总体的策略这块也要跟着做一些改变 好 只要注意 这是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下面呢 再通过文字的形式 把这块说明一下 第一 总体的审计策略呢 它注意它是比较宏观的 它是考虑大方向的 如确定大体的时间安排 这就是我们时间的问题 还有我审哪些 这是范围的问题 我重点审什么 这是我们的方向的问题 以及需要哪些资源 我需要哪些人啊 需要财啊 物啊 好 这是我们总体策略 接着是具体的计划 具体计划它比较微观 是确定具体怎么做的问题 确定我们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是我们具体审计划的一个核心 简称形式范围 也就是我们提到审计程序 马上要条件反射它的三维 我到底采用什么样的程序 这就是指的性质 我到底是用韩正呢 还是用重新执行呢 还是重新计算呢 或者说我用其他的检查呀等等 这就是我们的性质 性质指的是我到底用哪一种程序 然后时间安排指的什么呢 指的是我到底什么时间去做呢 我是在12月31号之前做呢 还是12月31号之后做呢 这是我们时间安排 接着范围 范围就是我测试的数量 我测到底测多少呢 我是测100个呢 还是测300个呢 500个呢 这是范围 好 这就指的我们的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我们刚才呢 是通过图 通过大白化的方式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审计计划 有总体的策略和具体的计划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教材的高大上表达 首先我们来看总体的审计策略 那总体的审计策略呢 它用于确定审计的范围 时间安排和方向 并指导具体审计计划的制定 它包含内容有四项 审计的范围 报告的目标 时间安排 还有所需沟通的性质 以及审计的方向 以及审计的资源 那这是它包含内容 接着我们来看我们的具体的审计划 具体的审计划呢 它比总体的策略更加的详细 它内容为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将审计分险降至可接受的低水平 项目组的成员 逆时是审计程序的 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核心就是性示范 提到我们的具体的审计划 就要想到它的核心就是性示范 接着我们看 它的内容包含三个程序 一 分险评估程序 首先做分险评估 第二 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这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说过 那又分为空测式和实应程序 对吧 第三计划的其他的审计程序 那么这如果涉及到一些特殊的事项 如舞弊 如违反法律法规 等等 我们就要实施其他的一些审计程序 接着我们来看两者的关系 那么我们的审计计划 是包含总体的策略和具体的计划了 这里要注意 虽然总体的策略 通常制定的时候 在具体计划之前 但是两者存在密切的关系 我们的总体策略 指导具体计划的制定 但是其中一项的决定 可能影响甚至改变对另一项的决定 他们俩是互相影响的 就像我们刚才那张图 双向的箭头 绝对不是单向的 因为我们平时在学习的时候 容易出现一个误区 总觉得是总体的策略影响具体的计划 注意反过来具体的计划 也会影响我们的总体策略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个专业表达 审计过程中对计划的更改 我们前面也给大家说了 我们的计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如果我们情况发生了变化 咱们要及时的修正计划 下面我们来看专业表达 总体的要求 计划审计工作是一个持续的 不断修正的过程 贯穿于整个审计业务的始终 这里还要注意一下 我们的这个计划不能说 只在我们开始的阶段做 后面就不做了 错 它是贯穿整个审计业务的始终的 那我们在做我们审计工作之前 就先做计划 如果我们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马上就修正 好 接着我们看导致审计划 更改的特别事项 有哪些情况我们的计划 可能需要更改呢 我们下面来看 以下事项的修改 可能会导致修改计划 并且对我们审计工作 要适当做出调整 第一个是对重要性水平做了修改 举个例子 假如说我们原来定的 这个报表的重要性水平是600万 好 现在呢 我们把重要性水平调成了300万 注意 原来是什么 这一个未更任错保没有超过600万 我们如果考虑它在性质上 在其他方面没有什么影响的话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不重大的错保 对吧 这在我们前面给大家讲过 因为什么600万这就相当一条红线 它没有超过红线吗 既然没有超过红线 那就不影响我们的审计件类型 对吧 但是现在注意 如果我现在把重要性水平改成了300万 那现在有一个400万的错保 对我们原来600万的重要性水平 它是不产生什么影响的 但现在是300万的重要性水平 300万成了红线的一个标志了 那你看400万它已经超过我们300万 这时候如果这个错保 对方还是不更正的话 也就是管理层还是不更正的话 对不起 就会影响我们审计件类型了 那通过这个举例就会发现 我们的重要性水平定的越低 那我们的要求就越高 你看原来是600万的重要性水平 现在变成了300万 就意味着300万到600万之间 我们要做相应的程序了 我们要做相应的程序了 因此我们要适当的要做出调整 好 第二就是对某类的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重大错保风险的 评估的更新和修改 如果我原来对这家单位 对我们的流离事业评估的风险是什么呢 是低水平 我觉得它的重大错保风险水平比较低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过 K等于什么 K等于X乘以Y对吧 现在我们把X评估的比较低 那检查风险就会适当的放高了 检查风险放高的情况之下 同学们你们说是要求严格还是要求宽松 那肯定是要求宽松一点呀 对吧 那要求宽松的情况之下 我可能就把一些基本的审计程序做完就完了 没有做附加的程序 没有做深入的调查 但是我在做这个基本的程序的过程当中 发现这家单位有问题 我觉得原来把它评估为低水平是不合适的 因此我把它的重大错保风险开始调高 调成什么呢 注意我调成中等水平 调成中等水平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相当于X的值开始往上升了 X的值也就是重大错保风险往上升的时候 检查风险就要随之往下降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就要求要严格一些 那要求严格 那我的计划就要随之做一个更改 我的工作就随之做调整 接着第三 对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更新和修改等 好 这是我们什么情况下会导致审计计划做一个更改 接着我们要注意 一旦计划被更新和更改 那么修改就应当对审计工作进行相应的修正 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记录做出重大修改 及其理由 这里强调的就是 如果你的计划发生了变化 做了重大的修改 你的工作底稿一定一定要做出记录 因为我们的工作底稿是啥 是一个记事本 这种重大的事项 在我们的记事本当中一定要体现出来 下面呢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回顾 第一 粗不业务活动包括哪些内容是否缺一不可 那么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是预课班 不要求你把我们的专业术语现在全部能背下来 专业表达全部能背下来 但是要求你要能够用大白话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你至少能把我们白话保点内容记下来 那下面呢 我给大家用白话的方式说明一下 粗不业务活动包含哪些内容呢 很简单 注意我们前面给大家给过一个图 首先要看对方你诚信吗 第二看我自己我独立吗 我有能力吗 如果你诚信我有能力 接着我们要看我们对业务约定条款有误解吗 如果没有误解的话 我们就可以签约了 所以包括这三项内容 那是否缺一不可呢 注意一定是缺一不可的 首先我要评估你是否诚信 如果你根本不诚信的情况之下 我们自动单就不要接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诚信 你造假 很可能你报表哪哪都是假的 这个风险实在太高了 我们根本hold不住 所以这种单我们就没有必要接 接着我要评估我自己是否独立 我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没有金刚转 就不要懒这个磁器活 最后我要看我们对业务约定条款有没有误解 如果有误解的话很麻烦 对吧 我们提前看一下 因此三项内容缺一不可 接着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执行促业务活动后 注册会计师均会签约吗 我们刚才都说过 如果对方不诚信 这种担押根是不接的 或者说我在评估完对方之后 对方诚信没问题 但是我自己的能力 是有影响的 我自己能力可能无法hold这个业务 因为我不是专门做房地产这块审计的 我以前可能一直做的是金融制造业 现在我一猛的去审房地产行业 我感觉我可能胜任不了 如果我不具备这种胜能力 我也是不接的 所以并不是每个业务都会签约 而是要把各方面都评估完了以后 再确定是否签约 第三 总体的审计策略和具体的审计计划 是相互独立的吗 那这点我们前面也给大家画过一个图 注意他们俩是一个既上上又向下的箭头 是双向的箭头 他们一定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的总体的策略会影响具体计划的制定 反过来我们的具体的计划 也会影响我们总体的策略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我们的大纲和我们教材内容的一个关系 如果我们教材内容哪一块增加了一块 那我们大纲也要体现出来 对吧 那反之我们的大纲列好了以后 它也会影响我们内容 因此他们是互相影响的 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不是割裂开的 接着我们看第四点 总体的审计策略和具体的计划是一成不变呢 这点在前面刚刚说过 如果我们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修正我们的计划 所以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并且要注意我们的计划 它是贯穿我们整个审计业务始终的 不是说我们的计划只在我们最开始的阶段 哎呀最开始跟对方借完 然后签完业务约定书之后 我就开始做了计划 我在这做完计划以后 后面再不做计划了 错误 我们的审计计划一定是贯穿业务始终的 随时随地在做计划 只有计划做好了以后 才开始审计工作 这样的工作比较有的放适 比较高效 而且会工作的比较到位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总结回顾内容 接着呢 我们来给大家布置小作业 第一就以上的问题要自问自答 那第二要记忆初步业务活动的内容 还有我们审计的前提条件 这能够记住大白话的表达就行 不需要记我们的专业术语 第三记忆总体的策略和具体的计划 定义及两者的关系 好 这也是你能够用大白话的方式 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 现在记都要求大家记的是白话宝典的内容 等到我们基础班的时候 就要慢慢开始记专业术语了 下面呢 我们来做随堂练习 首先看第一题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业务开始时 开展粗步业务活动 下列各项中 不属于粗步业务活动内容的事 那我们粗步业务活动内容 我们说了三项对吧 你诚信吗 我独立吗 我有能力吗 接着是有误解吗 那我们来看 评价遵守职业道德要求的情况 这属于什么 这属于我看 我独立吗 这块内容 这是对吧 接着B 针对保持客户关系和具体的审计业务 实施相应的质量管理程序 这也是属于 哎我要评价一下 对方是否成型 那接着C 在执行首次审计业务时 查阅前任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工作低稿 这是我们粗页活动内容吗 注意这个不是的 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一个初步接洽的阶段 我们处在第一次见面的阶段 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能去查阅前任的工作低稿吗 注意不能 你看而且这也明确说了 是执行首次审计业务 这已经签约完了 开始正式做业务了 所以这不属于我们初步业务活动内容 那初步业务活动 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呢 比喻成男女的相亲第一次见面 那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可能大家就是相互寒暄寒暄 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呀 会谈到特别深的内容吗 会谈 以后我们家孩子上哪个小学 以后我们要买哪个学期房 会谈这么深的问题吗 肯定不会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C其实就类似在谈 我们孩子要上哪个小学呀 我们孩子那上哪个小学 我们要提前买哪个学期房啊 就类似这个内容 接着D就是审计有约定条款和被审计单位达成一致意见 那这也是我们初步业务活动内容 因此这里面不属于的就是我们的C 它压根不是我们在第一次见面要谈的内容 它是正式开始做审计的时候才做的内容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题 为确定审计的前条件是否存在 下一个想象中做次会计是应当执行的工作用 确定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报表采用的财务报告编制基础 是否是可接受的 注意这道题他问的是要确定前条件是否存在 然后我要做什么工作 那我们要明确我们的前条件有几个 注意有两大类 一个就是他的编制基础问题 第二就是管理层责任问题 那现在呢他说要确定管理层编制报表采用的 报告编制基础是否可接受的 这是我们确定第一个前条件 因此它是OK的 A要选上 接着看B 确定被审计单位是否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注意这个不是的 这不是我们确定是否存在前条件应该做的工作 这应该是我们做审计工作以后 也就是我们已经和这家单位签了业务约定书 正式开始实施审计工作过程当中 可能才会涉及到的 接着是C 确定被审单位内控是否有效 注意 确定被审单位内控是否有效 这是在做控制测试的时候确定内容 这不是我们前提条件当中我要做的内容 所以这个不是 接着是D 确定管理层是否认可 并理解其财务报表相关的责任 那么这是和我们前条件之二 责任相关的 所以这个是呢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的就是A和D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题 在注册会计师完成审计用前 被审计单位提出 将审计业务变更为保证程度较低的业务 下列各项变更理由中 注册会计师通常认为合理的有 那这道题注意 它是一个业务的变更的问题 从保证水平高的变成保证水平低的 那我们要注意看它的理由是否合理 如果理由合理的话是可以变更 如果理由不合理是不能变更的 什么是不合理理由呢 不合理理由就是受限制 而无论是主观的限制还是客观的限制 只要受限制都是不合理的 那其他是合理的 我们下面来看 环境变化对审计服务的需求产生影响 这个是合理的理由 如果他原来是上市公司 现在不是上市公司了 他不需要做审计了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接着是对原来要求的审计有的性质存在误解 这可以吗 这也是可以变更的 它都是合理的理由 接着我们看管理层对审计范围施加限制 还有对超错被审计单位控制的情形 导致审计范围受到限制 那我们的C和D都是受限 只要受限注意就是不合理的理由 因此这道题应该选的是A和B 这两个是合理的理由 C和D不是合理的理由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第四题 下列关于审计计划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我们来看哪个错 总体的审计策略用于确定审计范围 时间安排和方向 注意这是总体的策略 它是一个方向性的 它是起到一种纲领这种作用 对吧 因此它是确定我们的范围 时间安排和方向的 接着我们看B 总体的审计策略 指导具体审计计计划的制定 这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我们总体的策略 它是一个纲领 所以它指导具体计划的制定和后期的实施 接着C 总体的策略不受具体计划的影响 注意这个错了 我们前面说了 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不能完全割裂开 如果我们的具体的计划变了 我们的总体策略也要受到影响 接着D 具体的审计计划 比总体的策略更加的详细 这是对的 因为具体的计划 它是微观的 总体的策略它是宏观的 那我们的具体计划 它的确是更加的详细 因此这道题 错的就是我们的C 我们接着来看第五题 下里有关 审计计划的说法中 错误的用 A 审计计划中不重要的事项 可以更改 比较重要的事项 不能更改 这个对吗 注意不对 因为我们前面就说了 我们审计计划是可以不断的修正的 只要我们情况发生了变化 咱们都可以修正 那再说不能更改 肯定是错的 接着B 计划审计工作是一个持续的 不断修正的过程 贯穿整个审计业务的始终 哎 这话说的太到位了 太对了 对吧 记住是持续的 而且是不断修正的 还有一点 要贯穿整个审计业务的始终 我在前面就强调了 千万别觉得 审计计划 在我们初步的阶段 最开始的阶段 还有最头的阶段做 其他的阶段就不做了 错 一定是贯穿始终的 接着C 在审计过程中 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必要时 对总体的审计策略 和具体的计划 做出更新和修改 这话也是对的 如果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就是可以做更新和修改 看D 审计计划 一旦确定就不能更改 这是错的 不能这么死 不能这么绝对 对吧 所以这道题错的 就是我们的A和我们的D A和D错了 那我们这节课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